回到国内有一辆计程车 前天下午在中立高铁 青浦特区载客的时候 经过路口时撞上了一群 突然窜出的奔牛 这个车头半毁 那么吓坏了司机跟后座的女乘客 计程车司机表示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开车怎么会撞上牛群呢 养牛的夜心四主再三对司机道歉 也允诺会赔偿 警方则说 对于闯红灯的牛之实在是 找不到适合开阀的法规 但要求四主要看好牛群 如果再发生意外造成伤亡 将依照夜屋过失伤害 或者是致死罪嫌移送